你一个男孩的皮肤异常滑嫩 而且非常注重自身的保养和打扮 直男倾向再减少百分之三十 你干什么 不是我说 你一个大草老爷们的 怎么 怎么皮肤保养这么好 有什么绝窍吗 都洗澡啊 这是我的家居服 一定是我在家里都穿成这个样子哦 吃饭 最终极的去人方法就是从后面摸一下他的屁股 看他反应就能做出判断了 你想什么呢 我 我想吃巧克力 巧克力 嗯 来 看那大门了吗 大门往东走 往东走之后有一个小卖部 小卖部的后面有一个发廊 发廊的旁边就是一个手工巧克力店 你要干什么 没干吗 我要做测试 看看你 到底喜不喜欢朵拉 我喜欢朵拉 对啊 如果你不喜欢他的话 为什么要去找他 还要送他发卡 当然了 我不是说你不能送他发卡 但是 真的是你送的吗 所以你生气 是因为你认为我对朵拉姑娘有非分之想 难道不是吗 不是 我已经有一种人了 而且不是朵拉 李浩叔 也不是 那是谁 你认识 也不认识 我认识 也不认识 所以 我送朵拉姑娘发卡 你知错了 放屁 我是哪门子错了 我是说作为你的老板 我有权利知道你的私生活 好 第二个问题 你问吧 你 你跟大树是怎么回事啊 大树 就是 龙阳之号 分桃断绣 魔镜之欢 你真的不懂吗 你这么说我就懂了 那你是还是不是 是 也不是 不是不是 只有是 或不是 那要取决于我中医的人是谁 你要用冰箱对吧 现在该我问问你们了吧 看着我 你跟唐茂什么关系 我接电话 喂 喂 怎么样 我挺好的 你不用担心我 你现在身体还没好 自己要注意知道吗 对了 你最近工作怎么样了 有一个平台愿意跟我们合作 但是要先看样片 那你有没有觉得 用赤鱼会不会太草率了呢 你怎么知道是他 你先别管我怎么知道 毕竟他是个不成熟的演员 用他 我觉得不妥当 我既然签了他 就要对他负责 我觉得这个角色 对他来说很合适 哦 我跟唐茂刚刚是在聊 我要回家换衣服去 换衣服 出了大门往东走 东走之后 有一家小卖部 小卖部的后面是发廊 发廊旁边 就是手工巧克力店 我去去就会 他到底是什么物种啊